我想技工精神給了我們一種心靈的感召 而且這一次來參加技工成道815週年的活動 也是我們共同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好表現 從台灣來的我看了有400多位的不同的信友 因為本著同胞情 因為本著兩岸一家親的那一種情懷 要有技工的感召 讓我們的心緊密的在一起了 就像人家講的兩岸就是親兄弟 那我是從中國台灣回到中國大陸的謝坤宏 我非常的開心 那我也非常的感動 藉由這個活動 我也希望啊更多的台灣的年輕人 能夠多到大陸走一走 多到大陸看一看 什麼叫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兩岸尤其在這個天胎 這個地靈人節的地方 做到兩岸和平 兩岸合作的一個新契機 因為只有團結和諧振興中華 才是中華民族真正偉大復興的精神所在